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2月16日星期二的第一節 一起去跟進澳洲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澳洲總理莫里森放了風聲 說維多利亞省在2018年的時候 和中國所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 對澳洲沒有好處 外界預料 他很快就會取締這項協議 而第二宗消息 澳洲和紐西蘭的不和進一步升級 紐西蘭總理亞德恩就主一名 同時擁有澳紐雙重國籍的女子 對澳洲作出猛烈批評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澳洲總理莫里森 再次強硬起來的情況 事緣在2018年的時候 工黨籍的維多利亞州州長 Daniel Andrews 就和中國政府簽署了一項 一帶一路協議的 諒解備忘錄 總值是 一萬五千億美元 這份協議就承諾 會為澳洲帶來更多的工作 貿易 和投資機會 當時已經有很多人質疑 為何你維省政府 是有一個這樣的權力 走去和外國政府簽訂一些協議 好了 去年年尾12月的時候 澳洲國會就通過了一條外交關係法 這條法例就定明了 聯邦政府是有權否決 地方政府和外國政府之間 所簽訂的任何協議 而且還規定了 全澳各州的州長 和領地的首席部長 必須要在今年的3月10日之前 向聯邦政府提供 所有有關於和外國簽署的協議的詳情 再由聯邦政府來定奪 究竟哪些協議是應該繼續 哪些協議是應該撤銷 所以某程度上 這條外交關係法 就是要將部分地方權力 收歸中央的一條法例 而維省私自去和中國簽署協議 亦反映了兩個矛盾 一個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因為地方政府其實有沒有這樣的權力 走去和一個外國政府私下簽訂協議 雖然說一帶一路協議 表面上來說 中央的本質就是以經貿為主 但是很多人都質疑 其實他背後就是有政治目的 當然現在外交關係法 已經使得 這個權力收回中央 中央是有權來否決 至於第二個矛盾 就是黨派之間的矛盾 因為 中央政府 聯邦政府 就是由 自由黨來打釋 你這個維省就是由工黨來執政 自由黨對華政策強硬 就是人所共之 但是工黨又如何呢 在下一次的澳洲大選 對華政策 肯定會成為 其中一個 最熱門 民眾最關心的議題 所以 工黨都是避無可避 遲早也要表態 至於澳洲總理莫里森現在就說 這一項一帶一路協議 對澳洲就沒有帶來好處 反而來講 澳洲為這項協議 還可能付出了不少代價 大家都預料 就是莫里森很有可能 會在接下來這幾個星期 取消 維省和中國所簽署的這項一帶一路協議 其實也是反映到 莫里森的態度 已經確認了 是會持續強硬 在去年的12月 其實就發生了一件小插曲 當時 剛好上任的澳洲貿易部長丹特漢 就握緊時機 寫了一封信 給中國的商務部長 王文濤 丹特漢的目的 就是要試圖 重新建立溝通渠道 並且說服 北京方面 要停止對澳洲 所作出的 日益加劇的貿易懲罰性行動 可見 其實澳洲都有個意識 釋出善意 希望 盡可能 修補得到 中澳關係 只不過 沒多久 大陸的環球時報 就登了一篇文章 對於 貿易部長丹特漢的舉措 是不以為然的 當時環球時報 引述了一個 山東遼城大學的 學者所說 為什麼這個貿易部長會寫信過來呢 首先 他就是要在政治上爭取主動 在世界輿論場上爭取話語主動權 其次 就是要向澳洲國內展示出 為相關從業者爭取福祉的姿態 然後 將責任推給中國 他有可能 就是要演戲給國內外看 爭取輿論支持 大家只看到環時這篇報道 就已經知道 大陸是無意放寬 現時對澳洲所實施的限制措施 所以 現在似乎 澳洲總理莫里森 也是 採定了主意 反正他的部長都已經試過釋出善意 但是 就不得要領 不如他就強硬到底 所以 現在就要檢視一下這個一帶一路協議 很大機會都是會取消的 所以在接下來這一兩年 似乎中澳關係 破冰的機會就不是很大 因為都不是沒試過 貿易部長特意寫信過去 都是下一個這樣的回應 即是說沒什麼機會 但是 五眼聯盟幾個國家 那個隊形 就不是那麼一致 當然現在看到的就是 英國和澳洲 相對對華強硬一些 但是 美國 加拿大 紐西蘭方面又怎樣 先說美國 自從拜登上任以來 到現在都差不多是一個月的時間 他就未曾說過遍延隻魚 是為澳洲方面發聲的 澳洲現在面對著一個這麼大的貿易難題 你拜登竟然間 不出聲 就手旁觀 當然他對於緬甸現在發生的軍事政變 他那個大使館也是發了一篇聲明出來 The world is watching 全世界都在看 那你就是只有一個體字 你做什麼都是只有一個體字 現在是 所以澳洲面對著這麼大的難題 你又是只有一個體字 結果就是澳洲現在要獨力來面對 所以就很難怪 為什麼澳洲政府 在處理來自香港的移民這個問題上 態度是有點反覆 因為現在很明顯事後看回頭 當初在去年7月的時候 為什麼澳洲會有些說話 似乎就是會歡迎來自香港的移民 明顯就是給特朗普政府 當然特朗普政府在背後 我相信他也是會有施壓的 所以就促成了這件美事 但是到後來 拜登上台了 你都無動於衷了 別人給特朗普的那個是特朗普 不是給拜登 於是乎出現了上星期 澳洲總理莫里森出來說的那些說話 好像跟之前不同了 但是無可口非 人走茶樑 別人給面的是特朗普 不是給拜登 所以更加要珍惜英國和加拿大 因為他們沒有因應美國政府換屆 而有作出調整 當然 為什麼這兩個國家他們會開放移民 一定就是背後 當時特朗普政府也有發功 所以特朗普和蓬佩奧的對華路線 才是最決定性的 反而有個別KOL為自己面上貼金 當自己是BNO的平權大將 又說加入保守黨 又說怎樣寄信 其實加入保守黨 二十多磅就能入 所有香港人 你現在移民到英國都可以加入保守黨 寄信 所有人都可以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誤信那些人 以為他真的是 BNO平權的大推手 實際這些都是騙神騙鬼 說回紐西蘭的情況 紐西蘭為什麼會跟澳洲 又再產生不和 在日前土耳其拘捕了三名新西蘭人 說這三名人士 試圖從敘里亞邊境非法入境 其中一名新西蘭人 更加被指控 說他是伊斯蘭國的成員 當然這是很嚴重的指控 因為伊斯蘭國是恐怖組織 就是說這個人是恐怖份子 這個人很壞不壞 他同時擁有澳洲和紐西蘭的雙重國籍 澳洲總理莫里森很快就宣佈了 說若然擁有雙重國籍的人士 去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話 法律就會自動取消他的澳洲國籍 他們就說 這樣做是為了保障澳洲的國家利益 和國家安全 紐西蘭總理亞德恩又怎麼說呢 他就真的非常不客氣 他就說 你澳洲單方面取消這個女人的國籍 做法就是不負責任的 坦白說 紐西蘭對於澳洲輸出自身的問題 已經感到相當厭倦 他的措辭是強硬過什麼 基於歷史的淵源 紐西蘭和澳洲 一流的關係都是相當密切 兩國的元首 甚少會在公開場合 互相來指釋 這一波都是近年的第一次 竟然間有個紐西蘭總理公然批評澳洲政府輸出問題 還說對於這件事感到厭倦 實情就住這件事 到底澳洲做得對與不對呢 其實也沒有說對不對 因為人家的法律規定了 凡是有雙重國籍的人參與恐怖主義活動 就要吊銷他的澳洲國籍 人家都是根本只辦事 因為法律定了在這裏的時候 大家都會理解 其實澳洲政府都是被動執行的 但是他沒有可能說不執行 寫了在這裏 所以紐西蘭總理的取態 是有些奇怪的 你明知道澳洲政府做不到什麼 除非你說修改法例 如果不是他被迫都要取消的時候 公然批評澳洲 又說他輸出問題 他這番的說法 是不是已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中國的影響力在發揮作用呢 因為紐西蘭似乎在過去這幾年 對華的經貿利益 增長得很厲害 是不是因為有了這個大國作為伊磅 所以就可以向澳洲作出一些嚴詞的批評呢 我相信 多少是會有這個因素在裏面 所以現在看回五眼聯盟 似乎 就真的隊形 不是那麼齊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